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聊聊吧 但是我觉得闲人有闲人的聊法 咱们就是看看风景 我要聊谁呢 最近贾跃亭又火了一把 我为什么最新消息 我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 最新消息竟然说成贾跃亭跑了 这完全是谣传 我就是说 但是我在他们那 就是因为咱不懂这个经济 乐视在美国做电动车 不他现在都辞去了乐视网的 这个都辞了 电动车的还在 对 他就是说他要去 这个基地在美国 但是我看见一个网络传言 网络传言啊 肯定不是真的啊 网络传言 说他说他到美国去造计车 可是什么那地儿叫什么呢 法拉第还是叫什么 法拉第什么地儿 说那机车厂都听工了 我告诉你最新消息 我真是刚看的 是美国有家公司告他了 告乐视了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时呢 他们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乐视要去美国 这个是真的 就是大媒体说的啊 就不是那个谣言 说在美国 他们要收购一个 也是做电视的 然后大家都签了协议了 什么的 结果呢 现在不是出了这个事了吗 那就那边找不到人 帮他们来支付那笔钱了 就告 就没人买电视厂 就是整个这个 整个这事情 现在就在美国告他们 所以你看 徐老师就说 咱们呢 咱们这个圈子 跟他们这个圈子 有比较隔 所以呢 没有向他们这些人学习过 我对他们的感情 并没有感情 就是说起 比如说王健林 马云 什么贾跃亭 孙宏斌 王石 这些个名字 说实在话 我都无喜无悲的 就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我知道 了解他们很多情况的人 都会把一些感情色彩 富裕在他们身上 比如说贾跃亭 我听他们讲 那是个悲情英雄的角色 那是要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是吧 要讲情怀 要干出一番这个大事业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他的什么精神 他的情怀 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他的方法呢 好像有点悬 是不是 都是 我发现他们都 还好一个 好像现在一个孙宏斌浮出水面 据说有大概率 就是乐视 将来 就是孙宏斌 他买了六个月嘛 第一月份 好像刚买嘛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几个月以后 等于 贾跃亭就 就出局了 现在大家也搞不清楚 其实这个棋到底有多大 那么 他当时看中 这个贾跃亭的时候 还是当时是危难之际 他乐视已经扩张到 没办法 就是这个资金链 已经要断了的时候 他不是等于帮了他一把吗 那个时候他就说 我看中他是因为觉得 他人厚道 哦是 你看他们都是以人 这样来讲 而这个孙宏斌上一次买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 是一个房产 忘了叫绿 绿城 叫绿什么 对吧 也是说人家看这个说 这个人厚道 结果人家就说 他其实跟人家做了 就是做朋友啊 这样又很低的价格买了 不管怎么说 他老是说人家厚道厚道 跟他做朋友 就把东西都买了 最后他最厚 不是挺奇怪的 他们就因为他们就讲人嘛 都讲这些东西 我就近看了一个 做人就是要厚 不能薄 哎 真的 真的 对 最近看了一个电影 不过那个徐才厚也不行 那样的厚度 对 而且 中国那么厚黑厚黑吗 不是 照马维都的观点 就是这个 有没有上岁数 主要侧面看厚度 哎呦 马老师这句话 这小姑娘 侧面看都是薄的 在上岁数的人 表面看还不胖吧 侧面一看 你想就厚了 哎呦 我最近这个大胸啊 真套 真的 就是这个镇衫 我都跟你们说话 我都得窝着 要不然你看 太厚了 太讨厌了 怪不得穿这个 是一半一半 对对对 遮这个乳头呢 遮不住啊 哎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没有 我就想到说 其实这个 生意场上的事 我们也不懂 但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就讲美国那个 麦当劳的 那个的Founder 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他讲那个 麦当劳当年 怎么起来 就是疯狂扩张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 他并不是真正的创立者 是有一对这个小兄弟 他们在镇上 开了一个自动化的 这个快餐业务 这个人呢 他去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要帮你去扩张 那个 就那对兄弟 是没有野心 他到最后他就讲 我看过很多人啊 他们有天赋 但是不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野心 那个人是一个 一个大野心家 他就疯狂扩张 哎 扩张到他一定程度 其实跟 我觉得跟这个 跟那个乐视特别像 就是不管一切的 我就要往外面走 地图上哪 我都钉个钉子 最后你发现 虽然电开了很多 但是其实我快没钱了 那后来呢 其实他是因为特别幸运 他碰到了一个人 一个律师 跟他讲说 说你啊 你要想清楚 麦当劳其实不是做餐饮 你要做地产 你跟人家加盟店的时候呢 你本来只是给他一个牌照嘛 你去做餐馆了 你现在要先把那块地买下来 你把地租给他 你这样钱不就回来了吗 哦 他才知道说 我麦当劳从此是做地产 他这样才能够再去扩张 就是McDonald这个人 那个McDonald那个人是 这个姓其实是那一对 那个兄弟的 最后他把这个全买断了 其实他就是把他们 他们自己都要改了 他们店的名字了 但这个方的 真正把他扩张出来 他是另外一个人 那么他呢 就是我就说啊 做生意可能你也是一个幸运 你不光是有天分 有激情 你还得碰到 有的对的人跟你讲 贾跃廷是没有碰到 对的一个策略啊 那你很难反过头去 用成败来论 你赚了这么多钱了 我看都没有 不赚啊 赚了吗 很多他的这个 这个股本都被冻结了 现在 就是野心啊 这个膨胀 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的企业家 跟美国人特别像 所以人家说 我们中国现在叫野心时代嘛 我看他们全是去美国 那个哈佛 同一家学的 所有的人都在讲扩张 那种雄心激情 我要干嘛干嘛干嘛 你还得有点策略 有点运气 好多时候是运气 我总觉得我们学校开会的时候 我参加开会的时候 讨论那种一两万的开支的时候 大家讨论了很久 到了最后几百万的时候 统统就通过了 对 就没概念了 对啊 就是我现在的概念 我现在在发愁什么事情 我赶时髦买了个胆机 你知道胆机啊 音响啊 就是那种真空管的机 挺高级的 高级的 但现在胆机到了一定时间 要换胆了 一个胆要上千块 我就在发愁了 正在发愁的时候 你传来的话题 说要谈论多少个亿的话题 六百多亿 我想这搞什么吧 我就这两千块的一个胆 都不舍得换的人 你叫我讨论多少个亿的事情 真的学老师 我小时候我就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十块钱 比一百块钱多 就是因为十块钱 我得数十次 而且十块钱你用得到 对 一万块的钱你是用不到的 这鲁迅以前的话 没有大王跟 这个北京那个路上 捡煤渣的那个老太太 有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在问我 你说刚才那叫什么 贾跃亭啊 贾跃亭已经是做煤的 他就做煤 他从十块钱能看到 多少个亿亿人家这种扩张 所以你这个叫我 关怀的也太远了 人就是很具体的 人就是很具体的 很多时候真的是 你为几毛钱 你可以讨价还价 对 要是买亏了 数字一大就糊里糊涂了 对 数字一大反而觉得抽象了 就离你远了 但是你说 这些人对他们来说 是数字游戏吗 我一直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啊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 我曾经 就是说过一次 我说过去中国对商人 有一个不好的看法 叫无伤不坚 对吗 后来我受了这个 吴小波兄的这个启发 他就说啊 中国之所以激弱不振 就是因为传统上 歧视这些商人 就把比如说过去的 这个官府的 都不拿这个民营资本的 这个这个商人当回事 他说 哎 中国的这个新时代 就应该高举这个 市农工商 应该把商人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这个我很同意了 所以我从此呢 就开始啊 崇拜商人 崇拜商人 可是都还 我就发现呢 徐老师 跟我没关系的 马云 王健林 我都可以崇拜他们 甚至贾跃亭 都就哎呀 情怀 悲情英雄 我都挺崇拜 可我怎么真是 具体到我们家 这个具体用点 什么东西的时候 最后我每次都 这个结论 我说这真是无伤不坚 这个就是无坚 甚至我有个邻居说 无坚不伤 就是 其实我明白 你明白吗 这就是代表了逐利 比如说啊 他的大老板 像马云 当然可以在那 讲讲绿色 讲讲情怀 但是呢 他这个绩效考核呀 业绩管理呀 他现在的这个逼的人 过去咱们说 把收视率逼的人 连撒尿的都 空都没有 你知道中国现在的 这个很多公司的竞争啊 那真是把人逼 把人逼奸了 就为了为了这个利润 为了要赚这个钱 为了要达到这个绩效 你知道吗 那就不惜 坑崩拐骗 胡说八道 只要能把这客户 归拢来 就他也没什么契约精神 你知道吗 哄的你 哄的你 能把这事办了 能把钱掏了 得得得得 你知道 所以经常形成 我就觉得是什么呢 大老板在那谈情怀 可他具体的小竹子 整天干的 都是这种吃喝拐片偷 我在上海 去理发 试过十家以上的店 没有一家 不是第一次理发的时候 就在叫你买卡的 对不对 就是理到一半的时候 就一家也说 我们可以怎么折扣 没有一家不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我问到有一家叫我买卡 然后跟我道歉 说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他挺好的 然后就买了一张卡 你就比如说 我觉得很简单的 假月庭好像是个英雄 对吧 但是我具体到这个用户 我在在香港用这个乐视 这麻烦 我真的是要投诉他们呢 烦死了 你这个用户体验太差了 你讲什么情怀呀 你先把手头 我最讨厌不把手头的事 干好的人 你给香港人民带来多大的麻烦 你不是用你的这个乐视的 你知道我就 而且问题在于 动不动吧 就把钱交过去了 就白交 后来不知道 就白交 你知道吗 就又弄一回 那我 而且就是输入这个 输入那个 弄半天也看不了 最后还是看不了 他的这个东西 你的用户体验 怎么能这么差呢 人家这样的 这样的积累上面 才能有情怀呀 太快了 然后我还要开具 这个玩笑话 王健林之所以 把他这些东西全卖了 不是要回归股吗 我觉得跟我有关系 上一次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 讲那个李嘉诚 你记得吗 不是讲他怎么跑了吗 在那说 后来我当时不就说吗 我说 那李嘉诚说 他到海外去扩张 就说他跑了 那王健林不是在 好莱坞买买买 搞了很多东西吗 我说也得 那个喊你回家吃饭呢 我当时就开了句玩笑 你看现在就是 就是他不能 我们国家去全的时候 你怎么还老去海外扩张呢 你现在就得 他叫回归股吗 就得回到国内来 回到国内来上市 他把很多 他的房产那些卖了吗 就是说他要回归 以一种 不以这个地产商的 这个面貌回来了 着重于他的那些 买他的那个房产 就是那个荣 叫什么 荣床儿 什么 就那个孙孙孙孙孔 孙孔兵 孙孔兵 就是知道 他们借钱给他 让他买下面的酒店 最近因为证监会 要查这些 所以他们现在 在什么地方 单在 有这个慈善项目 就是少数民族的 就是表现的回归 符合政策 真的 这个就是说 所以我说我不懂吗 但是呢 就我本来说 咱还聊这事吗 但是义军据说 研究了一碗 这个 这是个点 可以让他说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们还是要说正确的话 就是商人并不等于坏人 说什么无伤不坚 就是 我很能理解 我眼里没坏人 就是说 人呢 都是被绑架的人 就是 任何一个人 你可以相信 他在妻子面前是好丈夫 他在孩子面前是好父亲 是好人 跟咱们交朋友 真要做朋友 没有厉害冲突 他跟他是好人呢 但是你觉得 为什么这个人呢 一绑上利润 一绑上 这个人就 这个这个为人就开始走行 就开始这个 失准 所以我就 就说像这些个大老板 什么孙宏斌 贾跃亭 王健林 我也是说 就是说 当他这个 所考虑的问题 牵连那么大的利益的时候 你觉得他 他难道真的说 你比如 要照贾跃亭 就说的 就是说 我当年 我为什么创业 我就不是说 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改弦更张 对吧 为什么决定了 我今天的方向 他说 我就是因为受不了 窗外的雾霾 听起来 就很有社会责任感 就一次次雾霾 所以我要搞电动汽车 我要搞这个 而且我要建立这个生态 你当你一手 里有什么几十几百个亿的时候呢 你自有一些人做PIA 做文宣 把你的个人的故事变成五十秒读懂 读文刀 对不对 然后把你的公司宣传得非常高大上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专业层面 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大家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就是因为觉得中国这些商人 他还是跟政府的政策走向 他们有一定的协调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对他们的一个相信 觉得 哎呀 这个大趋势 他们总是看得比我们清楚吧 对不对 像嘛 你说马云要是投什么东西 那我们跟上去不会吃亏吧 所以还是跟大的那个策略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 王健林 他那个 那个是买美国的影城 但最近中国不大主张在海外 花太大的钱去大笔的收购 一方面为了经济 一方面也为了政治 所以你看他现在在少数民族的发展慈善项目 但最近有一个偶然的例外 跟整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收缩有相反的 就是你知道董建华那个那个 那个董浩云那个公司 卖给东方船王啊 卖给中原叫什么什么什么控啊 那个公司了 这个是一个很很反正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 像海外的一个一个一个 他一买了以后呢 他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船公司啊 变成世界第三了 丹麦的第一 瑞士的第二 中国这个就是世界第三了 而且呢 跟他们分析就是说 那个董建华的那个公司啊 在加利福尼啊 长滩啊 那里有很多业务的 就港口 而且整体来说 董浩云的这个公司啊 东方海海运啊什么什么 他的技术水准呢 是高于 远高于国内线这个公司的 那肯定的 这一下子进入了 这个从好的方面来讲 一下子中国的航运变成世界 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很快他会变成世界第一 都说不定 当年董家的这个船队啊 总吨位是超过希腊那个船王 奥纳西斯的 还是叫奥西纳斯的 那个那个总吨位的 凡是是有好有不好 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 他们说香港的独特地位 又在下降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海运公司 董家的这个海运公司 现在变成国企的一个大公司了 所以就是 中国这些这个富豪出来 跟整够国运啊 时运这些一定都是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比如说啊 在中国的这个富豪榜啊 有我以前看 好像多少年前看 基本上你看那上面的人 大部分他的第一桶金 都是这个房地产 好几个人像王健林啊 还有我那时候还统计了一下 还有一个谁 反正他们大部分都是90年代 你做房地产生意的 你的第一桶金就出来了 这叫接地气嘛 然后呢 这是时运啊 就像那个柳传志说 他说我40岁 我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 如果我是50岁碰到 我也就歇菜了 我什么也干不了了 40岁赶上改革开放的人 多了去了 但对 但你要没赶上 你的天赋也没有用 那么他就 那么到后来你看 现在出来的像马云 像马化腾那些 真的是开始从电子商务 对吧 他是干 不是从地产出来 从电子商务 慢慢出来这些人了 还有包括那个顺丰快递的 对吧 都是这一些 我们现在搞 而且他的确现在 在世界的这个工业的发展上 他们在某些局部 占领先的地位 一个高铁啊 一个电子市场啊 这个的确是 你看美国 这些都比不上的了 对 然后下一步呢 你看他要进进一些 国际业务 像这个影视这种东西 但是你看现在呢 又回了 又是地产 地产商在那里 你要搞那么大的东西 你还是得回归地产的人搞 我在 我在相比较一下 如果是像美国 欧洲那些国家 那些大公司 大老板啊 扣牌石油啊 西门子 他们跟政府政策的关系 跟我们的这些大商人 跟政府政策的关系 我不知道是 有没有人做那些 很好的研究 在做一些对比 我的感觉是 西方的政府 也在为那些大公司服务的 他们悄悄的政策 在为大公司服务 而中国呢 好像是大公司 在为国策 我们是国企啊 大部分是国企啊 但是马云那不是国企啊 他不是 那当然 但是他们在配合 我们的中国梦 是不是 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 所以这就叫爱国商人嘛 他们是爱商政府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优越性嘛 对不对 这些几千块搞不定的人 又掏人家这个心 当然你说 最近这个说 王健林跟孙宏斌 又有一个什么交易 对 他们现在就是王健林 等于把那些地产项目 好像六几个 还是七十几个吧 酒店 还有一些那个文创项目 刚签了好多 那个主题公园 说有的刚签嘛 就是墨迹未干 现在就得给卖了嘛 对 那么当然他有这个协议说 几个不能改 什么之类的 那么关键是 他要是他们俩商量好了 就乐视这一块 还是要着力发展影视业务 所以你们俩 那个鸡顶盒之类的事 还是可以有的 还会有人闯你们的 对 我觉得 当然汽车那个 就要去出局了 汽车那个确实也 他第一次那个发布的时候 不是还闹了笑话吗 那车子好像开不过来之类的 关键是 那块业务 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优势 你是受不了雾霾 没错 但人家那个伊隆马克思 他们那些人就是说 他就专注做这一件事啊 做了多久 你开始搞电车业务 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那你觉得贾跃亭这个人 是性格决定命运呢 还是时事决定命运呢 我觉得性格决定了 他上半部命运 时事决定了他下半部命运 上半部命运 他从一开始一个 特别小的县城里面 他们说他好像上学 那个学历都不知道是对大学 还是大专都搞不清楚嘛 就然后呢 这是一开始是洗霉的 后来慢慢的他怎么做的 因为他念的是会计专业 他有点这个头脑的 他自己第一桶金慢慢出来 好他这个年龄各个方面都 他的性格是要往外走嘛 要去扩张 决定他能走到这样一个高度 结果呢 你看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嘛 你有时候你要有运气 有人跟你把这个事情得讲明白 就是麦当劳 他有今天有人告诉他了 你要做房地产啊 他没有人告诉他这一件 他只能把自己的公司 卖给了做房地产 你明白你 他到某一个地步 他的扩张失去了控制 所以现在有些这个老板呢 他的这个经验就是说 比如他们举例子 叫什么亚马逊呢 什么的 就是说我可以亏啊 但是呢 我必须永远保证 我有这个现金流不会断 就必须要有充裕的 这个什么现金流 这据说是他们很多人的 一个经验之谈 从做生意的人来说 我想他的底线就是要赚钱 钱不能亏掉 我尽可能的扩大 但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对于这些成功的大商人 就是两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你们刚才讲 人文关怀 厚道 做生意不要把下面的人逼得太苦 对不对 用户不要太惨 另外还有一点 如果是老板特别厚道 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呢 他的企业对于这个消费者 特别客户 这还是可以通过 这还是可以通过 规章制度 监管 用人 层层极极的用人 你要用财 你不要只用自己信任的人 这个人是被制度管着的 人这么做 是因为制度使得他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 更高一点的是 我就是盼望那些 有大钱的 赚大钱的 无论性格什么 他能够在自己发财 办成事业的时候 能够带来某一种生产力的突破 就比方像乔布斯啊 扎克伯格啊 就这些人他不仅是创造了财富 他创造了一种文明 一种技术 改变地球上人的生活方式 变好变坏不知道 就是不管怎么样 他能创造一个东西 比方说马云 我觉得他也创造一个东西 他阿里巴巴 他创造了一个贸易的方式 对不对 地产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你创造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得到的是什么 但你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相信那做生意的人 你想一想 就是人追根结底要有点书生本色 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真的 当然我们这些话听起来就太酸了 没有没有 你很可以跟贾跃廷聊聊 你们俩是一个强调 可是我有点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 能创造一个什么生产力的东西 您是这个说的特别对 但是呢 您刚才说一点 我不是特别同意 就是说您刚才说那些大老板 他们都觉得自己第一不要亏钱 恰恰我觉得他们是这一点上 很多人没做到 他就觉得我亏钱都要往前走 我的这个事业 他的雄心是盖过了这个 基本的这个道理 股神巴菲特 你在老问他们你怎么赚钱吗 他说两个原则 第一不要亏钱 第二记住第一条原则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巴菲特说他投资那些那个公司 他不是买了很多那股票 他就他说有一个比喻 你抽雪茄嘛 他说那个烟烧到哪里 他总是去找那个 剩下最后一口你知道吗 最后一口你还能说出一口的 那个就找那样的公司 他说不然别的公司呢 你可能他烧的特别快的时候 那个就那个时候 你其实也不知道他能烧多久 你不能很快的赚取利益 但还有一些已经是烧没了 你要在那个 他那个雪茄胜 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快掉了 最后那一口 一口那个利益 他老投资这些公司 他这句话 背后就有多大的专业经验 他要判断一个公司 首先第一他要抽很多雪茄 然后他要观察人家这个公司 处在一个兴盛的一个什么阶段 我们人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 还是 我给你讲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散户 我必须警告 用我的教训警告大家 你永远不要相信任何大老板 给你讲的预言 知道吗 很多人花钱跟他吃饭 就好比我主持节目 主持这么多年 我也可以用一个比喻 来给你很精妙的形容我的工作 但那并不代表你能做我的工作 你明白吗 那个他不是每年开那个股东大会吗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去 也有做直播啊什么的 我有个朋友他去年去了 说有一个中国人就站起来 特别特别年轻说我现在在美国上大学的 读几年级读金融专业的 说你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能够赚到我第一个亿 那个巴菲特说你连自己第一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赚 我就不用告诉你了 真的 所以你说 让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 你像那个马云最爱讲的就是 企业管理太极嘛 年连随 什么叫年连随 太极 他们都是倒推成败 说什么都可以了 年连随 我觉得我主持节目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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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